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從拍片開始 就一直在想說 要怎麼樣向觀眾傳達 你腦中裡面的畫面跟感覺 用什麼樣的方式 要付出多大力氣 才能去把你感受到的感動 讓觀眾理解 讓他們可以去接受到 跟你一樣的感覺 感受 感動 跟訊息 我覺得那是一直都在想的事情 我認識學長應該就是在讀台藝醫美所的時候 然後其實當時大家都知道 學長蠻會拍片的這樣 如果你要期末考教做作品的話 最好不要在他前後 不老其實是我第一次拍紀錄片 我覺得是說是 就是很意外地開始拍紀錄片 在那個過程裡面 才慢慢知道 其實紀錄片的樂趣是什麼 然後才喜歡上這件事情 你回到你的紀錄片的本身就是 你最在乎的事情是什麼 你的感動是什麼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怎麼樣把這個感動 可以很清楚的 很真實的 可以傳達出去 讓別人也可以感受到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那是紀錄片最根本的 你為什麼把鏡頭擺在這裡 用這個size去拍戲裡面的人 為什麼要調這個色調 你為什麼需要在後期的時候 做一點色彩的漸層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 後期的濾鏡的技巧 就是因為創作者覺得 我需要 我需要傳達這個東西給觀眾知道 我希望他無形中會被這個氣氛感染 把觀眾吸進去那個戲裡面 不管是紀錄片或劇情片 其實我們都很試著去經營這個畫面 在電視上或是在顯示器上 能不能夠還原我們當時拍到的東西 甚至說可以讓我們原本拍到的東西 比攝影機更清楚一點 或是比我們在LCD上看到更清楚 我覺得這會是很重要的 像我們自己拍片也是就是怕 你的寬容度太低 然後黑的就全黑白的就全白 然後所有其實不管是打光 或是去做的那一點點細節 可能花了很多時間最後都看不到 比如說什麼電漿電視之類的 寬螢幕電視的時候 最怕的東西就是紅色 都會盡量去避免不要去上紅色的字 為什麼 因為它變成紅色到一鏡電視的時候 它就是會糊成一團 但是剛剛看 比如說你現在看這個紅色的 這個小女孩跟那個花海 其實發現那紅色是層次蠻分明的 我覺得其實那個顏色準不準 是非常關鍵的 我們就希望看到觀眾 這樣的紅這樣綠 如果說這個顏色差一點點 那整個就變得更紅 或是整個偏綠 那其實那整個後期的過程 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我覺得就可惜了 嗯 我覺得拍技術片是這樣 就是說常常一顧的畫面會顧不到聲音 一顧的聲音會顧不到畫面 然後拍攝的現場就會有很多 其實在技術上還不滿足的地方 會需要後期的時候來補 很多故事的經營會用聲音來表現 所以我覺得聲音不要說聽得清不清楚 聽得舒不舒服 我覺得就會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在做片子的時候會花 跟營造影像一樣多的時間在做聲音 其實 那個低頻的聲音 它多半都是要給你一個震撼 比如說恐龍踏地的時候 咚 的那個東西 多半在電視的內建喇叭 是聽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在不需要外接喇叭裝一下 可以聽到一些低頻 我覺得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說一個好的電視 它不僅是還原真實 而是還原創作者 要給觀眾的那個氛圍 那這個氛圍其實就是 我們在現場 花那麼多時間努力的東西 我當然希望百分之百 在觀眾在看的時候 在最終端 他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到 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其實所有創作者都是 他都是有一個目的 有一個堅持 有一個想要表達的東西 想跟觀眾說 說清楚 說到位 那那個到不到位 我覺得其實這就是 很關鍵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會非常非常希望 觀眾是真的可以 聽清楚了 我們想要說的事情是什麼 那喜不喜歡 那是我們自己的功課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 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